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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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M发现自己的队友在中路已经被打到溃不成军 敌法师之所以能够站到比赛中可能就是因为他的blink技能被别人开发出来了 加上狂战这个 他敌法这个跳跳的特别的快 然后加上他本身是一个敏尼英雄攻速很快 出了一把狂战斧之后刷钱很快 基本上这个英雄后期能力是比较的 就是单从体制来讲的话是比较的法力的 身材比较脆 然后这个被动技能不够强 主动机的大招呢 也不是像虚空这样的这种 就非常OK的这种控制剂 但是他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带线 刷钱 用装备去碾下对手 那我们看现在仅仅是28分钟 我们miracle已经做出了6件神装 除了甲腿没有办法换之外 剩下的是我们点一下分身斧狂战斧 大碎骨祭品 还有一个这个球 这样子的一个敌法师 29分钟 仅仅是28分钟就已经是满格神装了 接下来的故事可能就是单方面的屠杀了 但是这场比赛毕竟是逼近9000分的局 对吧 这个所有的对手都不可能轻易的 让我们的miracle阻截 然后对手的话 队友的话看起来也不是非常的给力 直接在这样的一个敌法师发育的情况下 也能在自己压的高地被团灭 这边我们看 敌法师吸引了众多的火力 开始往回走 飞鞋TP传到上路 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单人节奏 下路刷完刷上路 然后带完线吸引了火力之后 再一次跑开 再一次避走 从这边可以看出来 现在天灾的这个 总体战斗力还是比较强的 天灾总体战斗力还是比较强的 打的这个miracle只能是 被迫啊 这个上下来回带线 他的队友呢 则是完全不敢跟敌人近身 这个状态就很尴尬了 因为神装敌法师也是怕控制的 对吧 这个 并 他并不像幽鬼这种 比较肉 他本身是比较脆的 一旦被控制住 很可能 就算是神装啊 但是他神装都是输出 输出的这个 这个这个装备 很难发挥 我们看这边有一个末日 给敌法套了一个大 但是这个时候敌法师 我们分心者来了 但是这个敌法师完全不怂 毕竟神装在手 对吧 跟末日正刚了一波 硬刚了一波正面之后 末日选择了逃走 这边敌法师再一次 击掉buff 34分钟 27秒再次逼到了这个 天灾的上下 发现一只凤网 这个凤网显还没有搞清楚 自己的几近几两 然后敌法师跳上来 一个大晕 直接秒杀 这个时候 珊珊赶持的末日 也是不敢 不敢造次 没有说冲上去放大什么的 这边的话 这个TK的机器人大军 对这个敌法师是毫无伤害 但是这边 Miracle还是打得比较谨慎 毕竟也是杜绝局 对吧 39分钟 吃到隐身的Miracle 再向中路打信号 瞄准了这一条末日 这个末日 可能就要走远了 跳过来 一个分身 一个碎骨 顺序非常好 但是末日即时开出了引刀 逃走了 这边的话 敌法师身上也是没有格子 再去更新 这个真实宝石了 所以说 碰到 就是队友如果跟不上他的节奏 队友也很难跟得上他的节奏 毕竟他是一个会跳的敌法师 而且 这个敌法师是可以 经常带到比较深的地方 甚至带到别人的高地 因为 不是五人旗 不是所有控制机给到 想杀这个敌法师 非常非常的难 而且Miracle打得非常的 不能叫怂 极其的飘逸 应该顶着 机器人大军 直接上来秒杀 这边末日吧刚刚冲下去 这个敌法师 往天台高地走 逼出来 三人 吸引了三个人的注意力 但是这个地方 敌人并没有发现 敌法师已经跳了过来 再次跳到招地上 这次没有做出什么 精通东西的事情来 这边末日显然搞拼处状况 开了扔甲 但是敌法师这边跟对岗 末日 血量掉得非常快 但是敌法师这边也是扛不住了 即时跳走 这盘敌法师这个出的装备 还是比较去针对末日的 因为这末日 这一盘 就是如果说他出了这个A仗刷新大的话 可能这盘精卫就打不过了 天灾 天灾的这个英雄还是比较强势的 这个代性的TK 五姐的凤凰 加上一个克制单核英雄最强的这个末日 然后精卫这边呢 则看起来有一些法力 对吧 非常需要技能 就是靠技能生存的伐木机 这样的一个英雄 打对面的凤凰和末日是比较难受的 这两个英雄都不是很怕技能 但是他怕点爆发 这边Miracle强行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点爆发 跳上来 一个分身斧 一个大云锤 末日 山山赶到 这个位置 在三个这个敌法师的围攻下 这末日还是扛不住 这边 看这个小操作 这个敌法师控制自己的 这个幻象 再打这个塔 吸引一下防守的火力 把这边门牙打掉 为什么会想 选择想要去把这个小剑柱拆了 可能也是觉得这一盘 这一盘马上要收入 对吧 这盘的胜利马上收入囊中了 非常的喜悦 马上杜结9000分 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达到9000分的选手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 他好像是第二个达到8000分的 然后又是第一个达到9000分的 不知道下一个1万分 是不是也是他是第一个 基本上 其他的选手 如果这个 不使用一些套路 脏 不使用一些这个 敌法师非常的嚣张 也是送一波水拳 以示庆祝 这个 天灾的高地 已经守不住了 冰封王座 马上就要被打爆 这个时候 凤凰递出来 转一圈 清了一波冰 你别说这个凤凰 装备还挺好的 这样清一波冰 居然没有推掉这个基地 还需要敌法师的下一波 但是 Miracle他的这个打法 一般来讲 这可能我关注了一下 他的杜结的这几盘 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去选他的拿手英雄 比如说敌法 比如说这个召唤师 就是凯尔 但是他平时打分的这个过程 就是如果说不是真正特别要注意的 举他基本上是一个随机 比如说随炸烂人 打炸烂人 随小鹿打小鹿 随炼金打炼金 就是也不怎么看阵容 所以才有了 听歌逼卖一打九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他就是比较的 比较的偶像化一点 所以对吧 等我学到这样的一个技巧 我也给大家做第一视角 这边飞行者绑住了一个末日 哇 这飞行者出了大炮 输出非常高 出了一个水晶剑 水晶剑加雷锤加跳刀 加相位斜加零恳求加什么的 好这边生下金函的高地终于是要守不住了 但是这一波 好像又守住了 这个时候敌法师已经是在搞一些事情了 BKB 是卖了什么东西 卖了自己的 我看一下 卖了自己的鞋子 卖了自己的鞋子 还卖了什么 卖了技品 卖了鞋子 留下了林肯 分身狂战 加碎骨 加BKB 这个时候敌法师跑的就非常慢 但是他战斗力是 就刚正面的战斗力是前所未有的强 因为这个时候 他可能是觉得天灾这边还是 比较有机会翻的 虽然说雪 这个高地塔 雪非常的少了 但是一波又一波的被防下来 敌法师还是选择 选择了 打了个肉栅 换了一波BKB 这样的话 这波其实可以直接跳上来BKB强拆 因为没有什么人的守住BKB这一波 这个时候机会来了 我们看他是选择杀人 还是直接拆塔 还是邱文 毕竟9000分的局 毕竟杜杰9000分 非常的 看重 好吧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